使节们一路走一路问 对藏坛展现出浓厚兴趣 圣源地毯董事长薛婷 这次来到阿拉伯国家的一些大使 像这次过来的时候 沙特他们就跟我们说 他们在沙特忙建50多个酒店 也可以帮我们去对接这样的资源 公司生产出的地毯通过物流公司 先运到上海深圳的港口 再报关装柜 通过海运发到国外 还有一部分货品运到郑州 通过铁路运往欧洲 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 青海像这种西部的省份 它真的是需要 把自己当地的资源利用好吧 所以我觉得西部大厦老 它是一个双丧的 还是要有一个走出去的思路 我们会通过政府啊 或者是政府搭建一些平台 还有包括一些网上的渠道 去找到国外的客户 这两天薛婷着面试